北加州的普莱瑟维尔和科洛马镇拥有悠久的淘金石 经过冬季强降雨的冲刷 河流中隐藏的金矿被冲向下游 吸引不少人到当地淘金 有点的铃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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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你经常会找到铃铛 但很多人都忘了铃铛 它还在我们的铃铛 他表示 普莱瑟维尔五金店建于1852年 是西海岸最古老的五金店 当年的淘金者会到这家店里 购买金属盘子 水桶 水炸箱等所有淘金所需要的用具 每月第二个周六 当地的马歇尔黄金探索州立公园 会举办清历历史活动 还原淘金现场 1848 James Marshall found gold in the tailrace the mill when it was under construction It's a saw mill they built to mill lumber that never actually mill lumber because gold became more important 正值淘金热175周年 解说员向游客介绍如何使用当年的淘金设备 拍一手往水闸箱里灌入清水 另一只手摇晃箱子 以此来过滤沙石 寻找沉淀在下面的金子 他指出很多高纯度的黄金都产自加州 因此淘金需要有十足的耐心 他也希望后代把加州特有的淘金文化传承下去 新唐人电视台加州记者站采访报道